刚才看到这天气真的好冷 这寒流一泊接着一泊来 结果很多的爱美年轻美眉 甚至是小朋友都喜欢穿雪靴欲寒 但是要告诉您咯 这皮肤科医师发现 穿着这种太过保暖不透气的鞋子 是让香港脚病患增加了三成 就有一名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子 她天天穿雪靴上班 这返家之后又穿厚袜 导致有过度保暖 加上这个脚步太过闷热 结果医患了香港脚 还差点变成了蜂窝性组织炎 也因此医师提醒 经常换穿不透气的雪靴 真的是不宜天天穿 以免闷出了香港脚蓝